如果颱風移動方向和速度如氣象局預估的話 我們將在下午2點半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11點的時候第11號颱風白陸 它的中心位置已經來到台東東南方 大約是660公里的海面上 以它的強度來說 未來它所經過的海域還是會有增強的空間 預估它在經過我們的時候 江沙生命期最強的時候 目前氣象局預估影響我們的時候 會以比較強的輕度颱風的機會比較高 不過整個大氣的變化氣象局會持續關注它 另外這颱風它主要的移動方向 則是受到北方太平洋高壓控制 我們預估它會往西北的方向移動 目前縱整所有資料可以看到 颱風中心有70%的機率 會從花蓮引南到巴士海峽這方向通過 那麼以最可能的路徑預估 氣象局持續發佈颱風的海上警報 我們目前是針對 台東東南部 台灣的東南部海面巴士海峽 以及海外海峽南部發佈海上颱風警報 先提醒大家 其實我們預估長浪的現象 大概從今天下午八晚以後 就會開始影響到東半部的沿海 另外我們也預估今天晚上到明天 在海面風浪增強的時候 明天東南部的海面會有6到7米的浪高出現 提醒大家今天明天兩天風浪逐漸增大 海面上及海邊的活動最好不要從事 注意在天氣方面 今天在颱風的外圍環流一波波雲氣 影響之下 東南部地區有時候雲比較多些 目前為止其實各地 所以在東南部地區的降雨並不明顯 其實今天早上各地都是熱 現在其實在整個大部分地區都在35度左右的高溫 那我們氣象局有發布高溫資訊提醒大家 當然整個西半部地區苗栗以北金門地區 還有台東地區加上個台東地區 在今天會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 今天外圍環流的影響之下 東南部下半天的天氣和西半部是不一樣的 東半部斷斷續續會有短暫的震雨 而且越來越到晚上深夜 東半部地區的雨會慢慢的增多 至於西南部地區 其實早上到下午都還是晴朗的 不過中午以後 在整個山區以及南部近山區的平地 會有午後的局部的震雨 至於明天開始 明天因為受到颱風 它是最接近我們的時候 所以明天的影響最為明顯 當然最主要的還是整個東半部地區和南部地區 提醒東半部地區和南部地區的朋友注意 明天所下的雨會有大雨或局部性蚝雨出現 尤其在花東地區和南部山區 更容易出現局部性的大蚝雨 颱風逐漸地接近 明天是最接近我們的時候 影響程度也是最為顯著 提醒大家隨時留意氣象局的最新預報 以上是這節最新的颱風動態說明